风轻扬从哪学来的剑法 金庸把风轻扬三字倒过来念 恍然大悟 尽管金庸留给风轻扬的笔墨少之又少 他只是借着风轻扬这个角色 让灵狐冲学会了一门奥妙无比的剑法 不过风轻扬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剑谱秘籍 首先 风轻扬在邂逅灵狐冲之后 他很清楚地告诉灵狐冲 独孤九剑有三大精髓奥义 集无招胜有招 廖狄机先和有进无退 其次 灵狐冲击败田薄光之后 风轻扬好似如鼠家珍一般 让灵狐冲知晓了独孤九剑 共有破剑式 破刀式 破剑式 破枪式 破鞭式 破锁式 破掌式 破气式和总爵式 风轻扬还告诉灵狐冲 你的记忆力很好 但独孤九剑单单一式就有360种变化 灵狐冲准备走下丝过牙的时候 风轻扬又说了 你纵然学得了剑法 倘若使出时剑法不纯 毕竟还是敌不了当时高手 此刻 你已得到了门禁 要想多胜少败 再苦练20年 便可和天下英雄一较长短了 如果风轻扬没有得到完整版的独孤九剑 他如何知道独孤九剑详详细细的酒势 还知道须苦练20年 方能练成破气式 进而成为僻逆天下的绝世高手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金庸的设定来看 似乎独孤求败 本人也没有达到风轻扬随心所欲的境界 为何说独孤求败 并没有创出完整的独孤九剑 首先 如果独孤求败 真的创出了破禁天下武学的剑法 为何黄耀师 一灯大师等武绝高手 都对他孤陋寡闻 其次 杨过跟着雕凶 走进了独孤求败的剑种 历经一番翻箱倒柜 杨过只是得了一把 重达9981斤的玄铁重剑 他并没有在剑种里 找到剑谱秘籍 而是自行在山红里 悟出了玄铁剑法 有意思的是 金庸留在原文里的一段内容 是这么写的 独孤求败四十岁后 不至于物 草木逐时 均可为剑 自此今修 剑谱于无剑胜有剑之境 注意看这个剑境 这个剑境表明独孤求败 似乎尚未达到无剑境界 既然如此 独孤九剑的剑谱秘籍 又是谁撰写的 其实 你若将封清杨三字倒过来念 会有一种 另辟蹊径的解读之法 通过神雕侠侣 我们会知道 杨过是一个难得一剑的武学奇才 他在三十六岁的时候 以黯然神伤为一镜 自创了一门威力惊人的掌法 不过在襄阳城大战中 杨过的黯然销魂掌 却无法施展 只因这门掌法需要施法者 随时具备万念俱灰的心境 此外 杨过因为没随身携带玄铁重剑 以至于差点命丧金轮法王之首 虽然杨过最后在华山之殿 带着小龙女退出了江湖 但以杨过那略带偏执的性格来看 他退隐之后会不会继续钻研剑法 将独孤求败的剑法弥补完整 笔者认为 杨过的天赋很高 让他耗费心血巩固独孤九剑 还是极有可能的 无独有搂 金庸的设定似乎也偏向于这一观点 在神雕的末尾 杨过带着小龙女在华山之殿 准备和群雄做一告别 就在这个时候 绝远大师张军宝追着尹克西上了华山 为了拿回尹克西道走的愣夹金 张军宝和尹克西大打出手 而一旁观战的绝远大师 说了这么一句话 要知道前后左右 全无定向 后发至人 先发至于人啊 常言道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听了绝远大师的这句话 杨过猛然觉醒 他心道 这位大师的话定是影子真经 为师非同小可 这几句话倒让是我受益不前 后发至人 先发者至于人之理 我以往只是模模糊糊的误道 从没想到这般清楚 你看杨过说 自己模模糊糊的误道 但从没想到这般清楚 这证明他确实在 冥思苦想某门武功 其次 杨过悟出的后发至人 先发者至于人 也和独孤九剑的有进无退 朝朝都是进攻的理论 不谋而合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独孤九剑就是杨过所创 只不过杨过为了 纪念独孤求败 这才将这门剑法 取名为独孤九剑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能解释风轻阳 为何会完整版的独孤九剑 只因风轻阳 就是杨过的后人 只是因为当年为了躲避战乱 这才隐姓埋名 而风轻阳三字倒过来念 就是杨清风 这才是风轻阳的庐山真面目 不得不佩服 金庸的武侠著作 看似通俗易懂 实则却留下了这么多的暗示 让人不由地拍案叫绝